我曾經做過一個惡夢 夢中場景都是霧氣罵黑的 不知過了多久 我發現自己正在做夢 於是我想趕快醒來 但我卻想不起任何的咒語或是關鍵字 情急之下我唸出這個名號 突然間一陣強光出現 我被抽離回到現實 太陽光灑進來 已經是早上了 我起來 還在思考剛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一場夢沒錯 但我深信 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哈囉大家好我是格蘭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頻道 今天這集來跟各位聊 護法神以及諸佛光明 對我們修行引導的重要性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跟我一樣的經驗 在修行的道路上總是會遇到兩個障礙 一是怠惰 二是誘惑 第一怠惰 這是發心修行的前三個月 我總是勇猛精進 但是常常在三個月之後 我就會慢慢的怠惰下來 怠惰久了 我又會奮起精進 而這樣的循環 我應該發生了 無數次有吧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了一段 鏡空老法師的視頻 靜以華言經理的書 如人從身 由二种天长随十位 一可叫同身 一可叫同名 天长见人 人不见天 如是二神 与人居身 古略居身身 随其所知 若罪 就找我干脆 行善 皆福 皆知 殊之 殊之 受于 阎魔法王 就像老法师说的 根据药师经 有聚生神 一男一女 坐在我们的肩膀上 此时此刻 正在记录 所有的一切 心念善恶 一举一动 死后 这个笔记本 将会交给阎魔法王 也就是所谓的阎罗王 就像电影 与神同行一样吧 我们以为 偶尔的坏念头 坏事 坏行为 不会有人知道 但事实上 都被记录下来了 临终 我们得一个一个的 去面对 当时我觉得 哇 幸好我看到了这个视频 所以生起了这种警惕心 无论我在做任何的事情 起任何的念头 我都会知道 有聚生神 正在记录着 这种羞耻心 又会生起来 帮助自己 回到精进的状态 那第二个障碍是 诱惑 现在是佛经上说的 末法时代 随着电视 手机 影集 文章 短片 不停的在占据 我们的注意力 修行太多魔障 诱惑 我举个例子 常常手机在看东西 看到一个画面 一段文章 就会勾起自己的 隐喻心 佛门里面 还有没有其他护法神 可以保护行者 就像是 哈利波特电影里面 遇到凶险 危难的时候 他召唤出他的护法神 一样呢 佛门里面 确实有护法神 只是他不像电影中 对抗的是一个 有实体形状的坏人 就像佛蒂摩这样 在佛门里面 我们要对抗的 主要是自己的心魔 习气 因为这些习气 会拉着我们 踹着我们 进入恶道 堕入生死轮回 那在佛门中 只要我们行的是正法 就会有相对应的护法神出现 来护持这个法 在末法时代 我们需要认识这些护法神 来帮助自己的修行 那我就在这边简介一下 我在修行的道路上 所认识到的护法神 以及诸大菩萨们 也许他们一直在明明之中 帮助着我们断恶修善 第一个是准提菩萨 根据显密原通 《成佛心要集》的记载 准提咒 能够灭除十恶五逆 一切罪障 成就一切殊胜百法功德 假若诵满四十九日 准提菩萨令恶圣者 常跟随此人 所有善心恶心的念头 都会与耳边一一聚报 无论是有无福德的人 求许观止不顺利 为贫苦所逼迫的人 常诵此咒 能够令其今生 得志如同转轮圣王的福德 所以各位知道 我在另外一支影片 有提到 如何识诵准提神咒的方式 但当时我没有特别提到 准提菩萨在四十九日之后 会派遣两圣者 隐护行者这个事情 准提咒持久了以后 我想很多人 都会有一种 福至心灵 心想事成的感觉 很难言喻 但我相信 这就是准提菩萨 派遣的两位圣者 在我们身边 保护我们的作用 第二个是 修持药师法门的行者 就会有十二药叉大将 随身隐护 这十二位药叉神将的名号 分别是 公皮罗 法则罗 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严重的膝盖伤病 有了这个因缘 开始接触 药师流离光如来 这个法门 当时我就开始 努力的修持药师法门 我也深深的相信 只要任何行者 深信妾愿的 修持药师法门 就会得到这个 十二位药叉神将的 日夜守护 再来是所谓的三皈依 以及五戒的戒神 在佛门里面 有所谓的皈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另外 持五戒 这五戒分别是 杀 道 赢 望 久 持五戒 每一条戒 就会有五位戒神 所以持满五戒 就会有二十五位戒神的 日夜守护 那这边 关于怎么样是正式的得到三皈依 怎么样是正式的受持了五戒 得到戒神的守护 我建议您直接看我下方资讯栏贴的 净空老法师有详细的解说这部分 总而言之 我想重点是 佛法重实质 不重行事 只要看懂三皈依 及五戒的精神 老实真干 诚恳地去做 我相信就会得到护法神的护持 接下来是地藏菩萨百愿经 地藏经里面有特别提到 有三个护法 会来护持 娑婆世界努力修持地藏法门的行者 分别是恶毒鬼王 主命鬼王 监牢地神 第一个是恶毒鬼王 他在地藏经里面发愿 只要是任何的男子女人 做了一点点毛法善事 一点点的善念 这个一点点的善事 可以说少到像是烧一点点的香 拿这个一点点的功德去供养佛菩萨 或者是读诵地藏经 烧香供养里面的一记一句 恶毒鬼王都会派遣他所管理的小鬼 来护持这个行者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 主命鬼王 主命鬼王是地藏经里面的一位大士 他发愿 在众生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 他要护持众生 不多入恶道 他虽现出鬼王身 但他其实不是鬼 他是170节后将要成佛的 无相如来 地藏经里面 关于行者要如何得到 主命鬼王的保护 有两个重点摘要 第一个 小孩要出生的时候 主命鬼王会来保护母子 但是切记不要杀害众生的生命去供养这个妈妈 不要广聚眷属饮食酒肉 放音乐 开party来庆祝 因为生产的时候 其实周遭我们看不见 都有无数的恶鬼 聚集起来 想要吸食这个心血 如果我们又造了杀业 聚重庆祝狂欢 这样子会让母子不得安宁 第二个重点是 人在要死掉之前 会有百千恶道鬼神 变作我们的亲人 来勾引我们多入恶道 这时候 在世的眷属 要怎么帮他 就必须要广色供养 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 以及持送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这样的功德 就能让诸魔鬼神 细节退散 帮助临终眷属 往生善道 第三个是 监牢地神 监牢地神是掌管大地的神 大地是能够含长一切 所以他的神力 非常的强大 那他发愿 只要是善男子 善女人 能够供养地藏王菩萨 读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并且依照地藏经里面所说的 去修行的行者 监牢地神就会来护持 接下来这个关键了 念佛人 根据《识往生经》上说 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 阿弥陀佛会派遣 二十五位大菩萨 隐护行者 不令恶鬼恶神 恼乱行者 日夜长得安稳 这个二十五位菩萨里面 还包含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观世音菩萨 大势智菩萨 以及普贤菩萨 另外 莲池大师在 阿弥陀经书抄里面说 念佛人 有四十里光明诸身 魔不能犯 这就是靠 弥陀本愿 微神加持的功德 我们现在能念佛的这颗心 念出了这个佛号 连结上了阿弥陀佛的愿力 这个所引发的佛光 不可思议 四十里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就是从 大安森林公园 到桃园机场的距离吧 关于念佛光明的威力 我有很多非常非常喜欢的故事 我也把它贴在资讯栏中 可以去参考这个 念佛感应录中的一些事迹 真的真的非常精彩 最后回到片头 聊聊我在一次 噩梦中的感受 有一阵子 我学了很多咒语 我也同时喜欢很多佛菩萨的名号 我觉得念起来都很有威力 可是在一次的噩梦当中 我发现 我根本想不起来任何复杂的咒语 或者是不太少的名号 在噩梦中 我只知道我想要赶快处理 我的直觉只剩一个念头 我只会念阿弥陀佛 那当时我的感受是 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一动 我一念出来之后 有一道非常强的强光 瞬间就把我抽回现实 而且那个光抽回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有时候 我记得我是在梦中念出阿弥 然后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我念出陀佛 所以我感觉 那个佛光的穿透力 是可以穿透梦境跟现实两个世界的 那可是 有人会想说 啊我就实际上没有看到光啊 这怎么证明 那我这边跟各位分享 根据我听近空老法师的讲解 其实 我们只要好好的去读佛教的经典 好好的依照经典上所说的去做 去修行 我们每一天 或许就会有一些小小的误触 这个就是佛光 在引导我们的自信光明 让它开显出来 而如果哪一天 我们有这个缘分 可以将佛经中这些珍贵的理念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的智慧也现前 这就是我们正在放光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希望各位在修行的道路上 勇猛兢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